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幅画上几乎看不出勾勒的痕迹 画家直接在画上着色 这种特殊的画法在中国古代绘画中被称作莫古法 这幅名叫白云红树图的莫古山水画 是中国明末清初画家蓝英的代表作 今天我就为您介绍这幅作品 白云红树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置地为眷 横48厘米 纵189厘米 画面上方耸立的陡峭的高山 山腰石缝间树木茂盛 层林惊染 山间 涓涓的溪流仿佛是从远处的密林中流淌而来 溪流两边山石层叠 山谷之间云气弥漫 山脚下有一位身穿白衣的隐士站在桥上 好像在欣赏这里的景色 表现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山石下生长着红色的小草 看起来生机勃勃 画作中描绘的青山 绿芽 白云 红树等景致 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白云红树图采用了莫古画法 很少见到画家预先勾勒和村染的痕迹 画中的山石用石青石绿两种颜色画出 石角渲染褶石色 树叶由浓淡不同的红黄青绿色点成 树木的轮廓先略加勾勒 然后再加以色彩的渲染 小草则是用朱砂画出 颜色十分醒目 山间缭绕的云雾 用淡色微微渲染后 涂上白粉 整幅画作一气呵成 色彩浓艳 对比强烈 却又非常协调 不落俗套 表现出蓝鹰高超的 莫古山水画技巧 中国画是先用墨笔勾线 然后再设色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画面看上去这个物像都好像有骨头一样 那么所谓墨古呢 就是纯用色块去表现物像 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水彩画 墨古画法的特点是颜色非常鲜艳 一般是用青绿色表现山石 用褶石色表现土地 用白粉来表现云彩 用朱砂渲染枫叶 这样就给人一种色彩浓艳明快的印象 专家说 中国画中的莫古画法与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绘画有些相似 都把光和色彩作为绘画追求的主要目标 据专家介绍 中国最早的莫古画法出现在敦煌壁画中 有人推测 这种画法很可能是由古代西域地区传来的 而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张森游 受到了这种西域画法的影响 创立了中国画中的莫古画法 张森游是南北朝最有成就的画家 擅长画人物、动物、花卉和山水 他与东晋画家顾凯之、南北朝画家陆探威以及唐朝画家吴道子并称为画家四祖 自从中国南北朝画家张森游创立了中国画中的莫古画法之后 有许多画家都施法于他 因为个人喜好不同 有些画家偏好画莫古山水画 有些人则偏好莫古花鸟画 这种莫古画法打破了人们以往做画的时候 先勾勒轮廓的方式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绘画风格 莫古画法虽然颜色鲜明、艳而不俗 在当时也符合上流社会的审美 但这种画法有它的局限性 一般适合较小的画幅 如果画很大就不容易表现出景深 而兰英画的莫古山水画有其独到之处 在画法上 它还会用到一些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技法 勾勒出少量线条 然后再上色 这样就基本解决了莫古画 因画佛大而缺乏景深的弱点 兰英的画作既有鲜明的色调 又有比较好的立体感 这是他对莫古画法的新突破 兰英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民间职业画家 尤其擅长山水画 他画的这幅白云红树图 在画坛上被认为 既有职业画家娴熟的技巧 又有着文人画的笔墨情趣 为什么兰英的画作会有文人画的风格呢 这跟他与明末大画家董奇昌的一段交往有关 兰英生于1585年浙江杭州人 他学习绘画的时候 画坛上最有影响力的 是以董奇昌为代表的文人画派 文人画强调神似 讲求笔墨情趣 注重意境的营造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许多董奇昌的画作 比如观山雪祭图 高益图等 这些文人画都表现出清倦雅致 桌中带秀的特色 董奇昌不仅是当时的话坛太斗 而且政治地位显赫 他曾任南京礼部尚书和太子太保本职 只记载 兰英对董奇昌仰慕已久 但他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民间画家 想结识董奇昌非常困难 但命运偏偏给了兰英一个机会 他早就听说董奇昌是一位收藏大家 特别喜欢北宋画家赵令阳的画作 兰英带着自己临摹的话来到董府 当面交给董奇昌 董奇昌看过之后 对画作爱不释手连连赞叹 他赶紧问兰英是如何得到这幅画的 兰英说 这画不是真迹 而是自己临摹的 董奇昌大为惊叹 立即对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 兰英借此机会拜董奇昌为师 之后 董兰二人来往密切 兰英系统地学习了董奇昌的绘画技巧 将自己的画风逐渐向文人画风格上靠拢 这也使得兰英的作品既有职业画家描绘细致的特点 也充满了文人画追求神似的情趣 兰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画家 到了晚年 其创作力仍然十分旺盛 白云红树图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这位画家的一生创作了许多莫古山水画 比如画月高丘图 山林作画图 仿张僧游山水图 兰英的莫古画法对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以外 还有很多画家都在学习他的画法 比如中国清代的运寿平 陈红寿 陆辉 中国近代的张大千等 实际真正大批画莫古华卉的是运寿平 是清代的运寿平 运寿平画莫古华卉 兰英画莫古山水 这是明清之计的两位大莫古大师 运寿平的这幅春山卵翠土 远处山卵蝶翠 近处桃红柳绿 色彩绚丽 春意盎然 别有一番清雅灵秀的韵味 陆辉的这幅百花图卷 花的颜色非常艳丽 有红色粉色 树叶为暗绿色 枝条的轮廓若隐若现 整幅画作给人以春意无限的感觉 中国近代国画大师张大千 所画的这幅峨眉山水图 画作以水墨村染为骨架 再以时清时绿加以渲染 表现出峨眉山变化万千的色彩 这一幅幅莫古画作品 除了给人以独特的视觉享受以外 也让观赏者感受到画作蕴含的巨大魅力 白云红束图创作于中国清朝顺治年间 是蓝英74岁时的作品 它代表了这位画家最高的绘画水平 这幅画作原先由民间人士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北京故宫博物院将其收购 至于画作原来的收藏者 和收购日期等信息 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 这还有待与专家们继续探究 白云红束图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之后 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而成为院方展出字数最多的中国古代名画之一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和民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